原住民族的狩猎祭 从即日起是在花莲市12个部落陆续的登场 希望透过祭典仪式 将传统的狩猎技巧 猎具的制作以及生态保育观念 可以传递给下一代 做好原住民族文化传承的工作 居住在齐来平原的南石阿美族 除了捕鱼祭 风年祭之外 每到岁末年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祭典 就是狩猎祭 虽然随着时代演练 打猎活动已经减少许多 但族人们每年依然会举办庆典 将传统猎具制作技巧 狩猎所需遵守的山林法则 生态保育观念等向下扎根 今天是花莲市第一场我们狩猎技开始 那我们从我们改天部落开始 也要谢谢我们张景雄头目 还有各位族人们 一起来传承文化的一个工作 那我们今天可以看到 除了美食之外 也有教导一些我们捕捉狩猎的一个技巧 那我们更希望更多年轻朋友 一同加入部落里面 回来认同自己的文化 然后进而传承过去祖先 所传授下来的智慧的结晶 那再次要谢谢这么多族人们 过去非常辛苦的传承 那接续着我们12个部落 从今天开始 那接着在每一周 都有非常精彩的一个狩猎技 也欢迎年轻的族人们 都回到自己的部落里面 一同来参与 一同来学习 花莲市原住民狩猎技 从节日起在12个部落陆续登场 而首场活动则在国心里 赶年部落举行 头目张景雄表示 在都会区的原住民部落 要完成各式祭典 的确有其困难 但族人们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 仍尽全力达成使命 让文化传承可以延续给年轻族人 记者徐立琴 花莲市报导